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感的路线非常地坎坷 我觉得这点还挺吸引我的 深海娇人 心如尽 遂难不 危险 快跑 因为以前就是可能波折一下 然后就会变得很顺利 但是这部戏从头波折到尾 你不自首的对付一个春凉纸 算什么 谁和你想清楚了 雨灵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为了个娇人命都不要这算什么 大尾巴鱼 对不起 我们俩是属于 虽然我在骗着她 但是我还是想给她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们去看花灯 去逛夜市 去许愿 其实那些画面应该会很唯美 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云和把那个长衣推到悬崖的那场戏吧 这点其实我特别信客的一场戏了 我说最后一次 放手 当时我看小说的时候也觉得这一段还挺挺棒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为什么不说出来告诉我呢 他永远是一直到最后 男主才知道他是为何会牺牲 他是为何要这样去伤害自己 我觉得最好看就是你恨我 但是我是关心你 这是那种纠结 我有来生 别太单纯 一直以来呢 大家都会认为我们女性是弱小的 是傻白甜的 是可爱的 那么其实在语君初相识里面 云和是真正的把这个女性 也可以作为一个守护者 也可以保护心爱的人 也可以为心爱的人牺牲 在悬崖上奋战致死 今夜我不能退